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何珊 台股的下一步 很简单 Shot hand 我知道 到了今天很多人惊魂未定 但是 我要郑重的跟各位说 你要翻身的机会 可能 可以 从今天 从明天一次翻出 所以今天 我很郑重的 要告诉所有人 台股的下一步 你的下一步 说哈 我 全 都 要 老师你到底要什么 我要你们 跟我一起 赶快搭北上的列车 我有两个粉丝光网 一个是LINE 一个是Telegram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egram是股市不间金火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光网的差别是LINE的部分 在首页 通常有各股的研究资料 Po图 Po文 而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的把你连结了 太入感的部分 盘中集讯息盘射演变各国操作 旅周TV YouTube的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 这个行情 出现了 这种格局 请所有的人 今天有听到 本间K线的研判 麻烦 告诉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因为这种格局 是我在这个节目中 第一次与各位分享 近期很多的粉丝真的非常的幸福 一些特殊的形态 就在这一阵子陆陆续续的发生 何老师多次上了节目 这个节目做了一年多了 但是 从来没有在这个节目中 讲了这个形态 所以今天我开场把胆敢跟各位糟糕 下一步请你小恨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的大盘 大十字红K 早上冲过去 刷下来 再拉尾盘 光尾盘这个地方 拉了47点 尾盘一手价 多了215亿 到底尾盘这一手价 在拉什么股票 这一手价 到底在买什么股票 对 这就是我要请各位好好把今天节目听下去 今天单一K线 大十字红K 今天上市跟上柜不太同调 个股 个股 几乎都回神了 而昨天 我跟各位讲的很清楚 昨天大盘 它虽然是这样的格局 它是一个震荡整理K 而震荡整理K 我昨天讲的很清楚 前天也讲的很清楚 5月4号 这根K线造就于台股报历史天亮6642亿 当天这根黑压压的线本间K线宣告叫做一根反托线 而反托线到了昨天并没有再过低点 而这根线我解释过单独名称叫做震荡整理K 而这根K线弄得很有智慧 在伴随着今天这根大红十字K 我们看到5月4号的这一天 这一天台股了不得了出现了6000多亿的量 当时我跟各位糟糕 我们的台股量价同时到底 所以当天的形态叫做晴天一注底 那么这几天当中虽然关键价都有过 但是都没手稳 而当天我糟糕 我说换手换股洗手码告一段落了 而这样的走势一直延续到昨天 昨天这个形态出现了低档运出 而低档运出 我说呢这个叫做晴天一注底 只要这个脚不要跌破 大家不宜看坏整个台股的后市 昨天我讲过整个大盘 我们开高为首关键必然反打反杀 而我们的K线日K五连K看似弱势其实不然 这句话是昨天5月5号所告诉大家的 光这一句话足以证明核三的脑框是无价之保 看似弱势其实不然 看下去 第三点 我说16647这个脚没有跌破 不宜看坏 所以这个点点点点点 我们就延伸到今天了 昨天给各位的17052 今天有越过但是没手稳 那么今天这根线 我请所有人先看到这几个字 这个形态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节目中所讲的 形态组合到今天演变为落底无力 落底无力的意思就是 行情再往下沙已经没什么力道 行情再往下跌已经没什么机会了 那就是告诉大家行情准备反转 就如同前天我跟各位说 那一根的线那一根的量 叫做量价同时到底 底部的底 而今天这个形态是本间K线非常难得 而非常标准的落底无力 所以今天终结日K五年K 这句话请大家牢记在心 反转号角将强起 今天这根K好漂亮哦 今天尾盘最后一手价拉抬47点 47点总共215亿 所以我明天必须给各位关键价叫做17088 注意哦 明日去过今天的高点 行情一去不回头 往哪里去 往北上去 今天第四点 虽然结构不太健康 但还有机会扳回 对 今天尾盘就在扳回 今天盘中真的蛮糟糕的 电子资金剩下38% 但是尾盘由于四大天王开始坐驾 开始拉抬 造成这样的一个上纵47点 多了47点 而215亿的量 接下来 这些资料非常重要 各位看到 电子资金比到收盘的时候 已经回到44.4 早上的时候只有38 而今天资金比重状况 全产各有表态 我讲过五月份五分天下 今天还是再讲一遍 五月份 类股的资金五分天下 但是你电子一定要保持在五左右 不能差太多 今天38%就差太多 尾盘补回来 希望明天能够多多的加油 而今天各类股的强弱度 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叫做电子 这个地方叫钢铁 这个地方叫塑胶 有没有 今天这个地方反而有点转弱了 但是强的呢 钢铁塑胶玻璃比较强 所以你们看哦 内股的一个轮动 一个上涨跟资金比 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所以各位要好好去思考 本间K线永远告诉大家 形态跟筹码 接下来 所有的资料到收盘 到我要解盘解完都很重要 请看 这个台积电今天涨2块 587块 尾盘一手价拉3块 6000多张 而联电今天跌5毛 收51.3 而在今天最低点 很多人对于本间K线前几天的研判 责责称奇 我当时跟各位说 联电50.5很重要 今天50.6 而这张图叫做联发科 今天涨50元收1055 尾盘大单敲净 这个叫做鸿海 今天继续涨2.5元 收112.5 尾盘大单敲净 看到这四张股票你看到什么 我看到机会 我看到大家可以翻身的机会 我看到大家可以好好的过5月份 请看 台积电下主线 今天这根线叫下主线 我当时跟各位画两条轨道线 今天这样的线 他反拉上去 所以这个下主线中到这个地方 简单的解释找机会 联电今天出现了大度星 各位发现505很重要 今天最低点叫50.6 这个449速速9不用再讲了 这个地方我昨天讲过 会不会像这边 我不知道 会不会像这边 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很有技巧 大度星 注意啰 注意什么 注意机会 联发科收大度红 对呀老师这个线好特别哦 对啊 如果照你们说 这样日K3K不是要崩盘了吗 没有哦 我跟你们说这个量价 同时到底你们要注意哦 他从这边最大打下来很快哦 但是在那边缩缴了 有没有量又真哦 今天的量比昨天黑K的量还要大哦 请各位注意注意注意再注意 这些股票不管你资金大的注意大的中的注意中的小的注意小的都有你适合的股票 这三支讲完了下面那一档 鸿海 十字红 今天很多霸张杂志就开始在讲哦 鸿海看到15啊16啊2多多 为什么之前不讲这边为什么说鸿海没未来 我昨天说这根线已经很有意思了哦 要你们注意了哦 十字红注意了哦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快上车 这四支股票符合大家能够短锅段中锅段长锅段好好的经营 今天逮到机会这四档股票我都给你们剖析了 接下来请各位看下去 这档股票何老师不是告诉你们吗 买股票默默买就好了他就会偷偷的涨 结果今天再喷 虽然没有涨停版第二支但是意思也到了将近涨停可以了 这这股票我今天选择在这个地方出一半持股获利弱带 原因很简单他并没有在工上面了 这边比这边还要矮所以我先出一半 那么这档股票呢 请各位注意的大脚都来我家混量到二十几万张电线电缆的龙头 当时5月5号昨天跟各位公开了 对就是我直接喷涨停股 再涨 今天不好意思啊被我出一半 哦市场大户赶快跟着出一半 尾盘再拉回来 那么明天怎么做很简单 这档股票我讲过国际同月报价都在飙涨 当然买老大哥嘛 你不买老大哥你买谁啊 我在这边买在这边买有什么不对呢 大脚就是喜欢来我家 今天呢 哇漂亮哦 日开二连红明天怎么做 明天怎么做 注意哦大脚都挤到我家 这些大脚明天要不要继续拱上去 还是明天要做什么动作 请你注意 这个题材 这个题材 继续发向 对 我今天是跟各位说明天你的机会 我今天所讲的股票 你们大多留意 这是各位的机会 再来 域名散装航运股 现在过河滴还指数在上涨 散装货柜到底要装什么 装铁矿砂装原物料 所以这张股票洗刷刷 我想所有钢铁和粉你爱怎么赚你就怎么赚 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买股票要买有智慧 打下来不敢买 什么时候才能赚 很多人来谢谢我冲了好几趟 有些人来说最高点 今天呢 对啊 做股票不是这样做吗 午夜午话告诉你大十字K 对不对 测关键有没有 给你画好好的 标股一号 今天呢 虽然是这个样子啊 没有在破了嘛 往上面请了嘛 注意哦 这个东西 是本间K线的秘密 负负得正 明日红K机会大 你们真的很有福气 特殊形态在节目中都听得到 因为近期都是演变这种特殊形态的 再来 这种特殊的格局我今天也透露给你了 注意哦 再来 这支股票很简单的解释啊 邀请有缘人霸占飞喷股 有梦最美 足梦踏实 大脚 大脚 就是喜欢来我家 这张股票 诚挚邀请大家霸占飞喷标股 我想 今天讲那么多 你能够吸收才有用 何老师股票涨也讲 点也讲 无谓就告诉你如何在股市能够当真正的赢家 买股票买在别人的前面 等到涨上来每个人都知道 再讲没什么意思了 但是我总是给各位无数无数的机会 跟无数无数的希望 希望这一次明天整个大盘 能够照本间K线的研判直接 那么这些股票请你一定要好好的霸占 除了那些股票还有这一档 注意了 如果猜不到 不会做 赶快来问我 油门 加速 踩到底 何老师会祝各位一臂之力霸占标股 有缘分 有福气 大家一同来努力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